受风箱长补选将在4月18号办理 但正值防疫期间 居家检疫隔离的人民是否能够出门投票 引发议论 乡公所民政科长表示 根据选委会的回应 隔离的民众还是享有投票权 会宣导不要出门投票 但若执意出来投票 则会由卫生局开罚 也因应中央防疫措施 乡公所被妥消毒体温两侧设备 因应补选相关措施 花莲县选举委员会召开受风箱第18届 乡长缺额补选联席会议 由于全球疫情紧绷 选委会协调卫生及民政单位 办理补选的防疫措施 包括在各投票所设置检疫防疫站 请民众配合量额温 酒精消毒双手之后进入投票所 每一投票所配有备用口罩30个 分别提供孕妇有发烧、咳嗽 或是呼吸道症状或慢性病患者 等所需要的民众 而受风箱公所也备妥了 相关防疫消毒器具 避免群聚感染的情况发生 这次的补选的工作 那本所会确实遵守 花莲县选举委员会的 各项的防疫的要求的规定 比如说我们会准备防疫的口罩、酒精 以及额温枪等各种设备 那也会确实遵守室内1.5跟户外1公尺的社交安全距离 那确实来完成这次的工作 花莲县选委员会表示 掌握有居家检疫、居家隔离者 宣导不得外出投票 以及所有工作人员均佩戴口罩执行选务工作 但是对于如何检测居家检疫 以及隔离者的防范措施 未有明确的指导方针以及设备的投入 对于选务人员来说 还是有所担忧 记者林杰、寿风箱、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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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